万万没想到 谢谢 最近由教授易小青指导的电影万万没想到 昨天在今召开发布会 正式对外公布网络神剧 万万没想到大电影将在十点后正式开机 发布会现场除影片监制黄建新 主演白客紫范外 国民乐父韩寒作为电影的首席艺术指导 惊喜现身 而国民老公王思聪的意外穿肠 更是让很多人大呼万万没想到 据悉网络热播剧万万没想到 电影版核实开拍一直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教授易小青之言 不是不怕 只是压力很大 曾指导过志趣 威武山 石油围城等多部票房口碑双丰致的导演黄建新坦言 自己是被已经改过 四十一搞的万万后方团队所打动一部好的电影 新鲜感创意是第一位 所以我觉得这将会是一个品质很高的电影 所以才决定加盟其中 万万没想到的概念海报 当天万万天团来找我 我很惊讶 但是当我看完修改的EVE搞剧本之后 我觉得它的质量很不错 我们需要有诚意的作品 需要有新鲜的创作 黄建新之言 谈到如何说懂寒寒加盟万万天团 一小星只会与寒寒云缝不前 原来两人缘起 两年前教授一小星率领的万万天团助力寒寒的处理作 后悔无期 当时很有默契的两人就此约定 一旦有一天一小星指导电影时 作为哥们的韩寒将鼎力相助 没想到两年后 抄奖信用的韩寒就接到了老板的邀请帖 未还原 也为了帮兄弟韩寒义无反顾的投入进来 为了保证影片的质量和报销度 剧情韩寒不但亲自参与剧本的创作 还将在影片的艺术上高质感上 尖格把关发布会现场 直接被教授弗朗格首席艺术指导的头衔 万万没想到作为实际上最热门的现象级IP之一 自2013年8月首播变身受网友观众的追捧 对于大萤幕的首秀讽刺们超级关注 在片子中会看到谁他们将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表演 迅速成为圈里热议的焦点 作为导演的意想心投入 除韩寒在剧版中客串的大咖江集体先生 作为身边的好友TF Boss也有汪亮相 我们私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现在也在和他们鸣谢 希望他们在电影开拍后也可以过来玩一把 用意想心的话说 你在看的过程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想不到 你会觉得这个人脸熟 那个人好像在哪见过 只有到底有多意想不到 教授用了一句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来回应 发布会现场 如韩寒 万万天屯等重心注册外 客气大佬雷俊也等待于观众玩起了互动 一边大呼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忠实讽刺 一边遭女主持调侃雷是英文 著名导演黄建新 更是首次透露影片的拍摄 将由智取微虎山的摄影团队 和太极的美术指导合力打造 影片将在2016年后 我一般不主席这样的活动 主要是跟微酷的关系比较挺 当然也跟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的观众啊 我叫王大锤 是一个好员工 现在正在绑架我的老板 知道我是谁吗 我远祖 已经很接近了 我老外再给你一次机会赛 张子怡 你给我再真一点 我现在求求极客的拔匪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 初次见面 请周干账 初次见面你们呀 我都给你打工五年了 难道我真的这么没有存在感吗 啊 谁是你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灭了我的残忍绑架 老板已经有亲切的角度 我的辱命 这么想想 老板除了不发工资以外 感觉还是挺好的 哦 老板 我从六八年开始给你打工 我说重点 我很忙的 哦 老板是这样的 我为你掌工五年三个月 一八得八 这样算下来你已经欠我十八二九千 我这次迫不得已的绑架你呢 就是由衷的希望能够讨回我的血汗性 这样啊 等下一次再说吧 哎 好的 啊 不对 我是在绑架你 今天说什么都要把拖件的工资给我 那我要是说什么都不给你呢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情况呀 所以说 你考虑问题还是不够全面的说 而且 你这个绑架讨新的策划 本身就没什么创意 没有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 创新 Idea 高端大气上档次 狂发宽权吊炸天 你懂吗 哦 面对我的残忍绑架 老板已就诚恳地 质疑我前进的方向 这么想想 老板除了不发工资以外 感觉还是挺好的 老板 其实分期付款我也是不介意的 如果能够一次性环境的话 我可以考虑给你打个球五折 好的呀 不过 我今天真的还有事 要不你明天再绑架我一趟 倒上咱们再起谈 你就当加个班嘛 我你绑架了 我还加个毛班啊 我还有没有尊严